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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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興有這麼多的媒體來這邊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也會很有收獲 所謂有收獲就是 你們現在正在經歷台灣歷史上第一課 用無言的抗議在凱達格蘭大道上 用氣球 用椅子 來訴說台灣母親的心聲 在5月8號就是 今年母親節的前夕 星期六 上午我們8點就會有很多的志工一起來 共同來做這個裝置藝術 這個裝置藝術是做得很辛苦 心情也不是很好 因為這裡再訴說 台灣母親在2001年還要還要哭泣 我們可以曾經在這個綠島的人權紀念碑 在那個上面的柏陽先生 他有一個眼淚杯非常有名 我幾年前去到綠島人權紀念碑前面 我就看了就一直哭 我知道我可以感同身受 有很多白色恐怖受難者曾經被丟在這個島 然後無盡的關他 很多的媽媽只能在暗夜在家裡哭泣 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他的小孩就是這樣不見了 我想說今天應該是一個可以司法可以很獨立的 可以很公平 但是我們發現司法已經死了 人權也淪上了 台灣的母親在今年還是要哭泣 暗夜哭泣 有很多的例子 當然我們今天也是為了這個陳水平總統的媽媽 她暗夜哭泣 我想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們台灣的母親為了這個事情也沒有好過 在這個母親節一直不好過 那我們希望就是大家一起來看看這個裝置藝術所訴說的是什麼 在5月8號的上午就會在那邊 那5月8號上午的8點 我們會在那邊有很多的志工一起來參與綁氣球 到11點的時候就正式會完成 那這個活動會從早上的11點完成以後 到下午的7點都可以看得到 從凱達格蘭大道上面走過都可以看得到 台灣母親為什麼哭泣 為什麼要流淚 我現在來邀請我們的幾位媽媽 三位媽媽 來說一說台灣母親在這個時候的心情 各位文庭先生 秀正 你秀正說保證嗎 秀正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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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隨便總統他們老父的心情 我在這裡要困求全台灣的母親都站出來 5月7月8號 大家都來立法院 我們無言的空氣 我們要放棄 我們要放棄上帝 保證我們台灣的母親 不能像阿扁總統的老父這樣 一個好好的兒子 因為政治破壞 就把他抓去擠起來 他們老父已經八十幾歲 當時我的老父七十三歲 因為我們生 從美國回來帶他們回來 回來做多少 把警備總部抓去 把他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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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現在已經二十九年了 一點點消息就沒有了 政府就不想向我們公道 因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把他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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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的阿扁總統 把他抓去 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我們已經死定不去 但隨便總統 在家裡讓他們冷靜 我在這裡再三睡去 全台灣的母親 台灣的驚禮 我們以同理心 我們來驚出來 我們來姓阿元 丹總統的媽媽 因為我的老父 也是因為想去驚禮 今天 丹水比總統的媽媽 也是因為政治破壞 讓他的驚禮 不能給母親的一天 他的生活比 為他講話 為他唱歌 這是很討厭的事情 我在這裡 在家裡的勞救全台灣的母親 全台灣的人民 大家都站出來 我以為他們先保守的理責 我勞救你們 我拜託你們 感謝你們 感謝 感謝 我們也是感同身受 台灣的母親 一直這樣子的遭受 遭受這個破壞 小孩子遭受破壞 全家人遭受破壞 到現在這個兇手都還找不出來 這個是遭受人權最大的破壞 陳文誠博士 我們在這裡深深的為他抱屈 也為陳文誠的媽媽 陳文誠的二姐如同媽媽 這樣子的一個心情 在這個地方 呼籲司法和呼籲人權 這個地方 請馬英九先生 當局要嚴格的注意這個事情 接下來我們請田媽媽 田文誠女士 田媽媽 做三分鐘的一個 做台灣媽媽的 在2020年的一個感情感受 謝謝 所親愛的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好 我不是帶有傳染病 我是咬牙切子 在半夜做夢 咬斷了一個很大的膠器 那個醫生問我 你是夢到哪兒去 我說我夢到這個 沒有作為 沒有羞恥的媽 讓我很生氣 咬牙切子 我一直要一支 很大的牙齒 就斷了 所以現在我說 沒有牙齒 不好意思 我都不戴口罩 講到台灣母親的眼淚 日本時代 台灣人參與政治 也是這些人這樣嚇嚇 所以在台灣的社會 以前就是說 最好不要去碰政治 不然說 所謂的子國政府回來了 更恐怖 所以每一隻孩子要出門 就說 鯊的飯可以亂吃 有沒有亂說 如果有間諜的地方 你們都不用去 養成我們台灣人對政治 這樣的冷漠 對公共事務 這樣的 非常的不關心 真的非常的不好 一個國家 一個國民 對公共事務 一點都不關心 會讓那些政客 黑白物 特別是執政黨 沒有人民的監督 黃慈晨小姐 要我來講 我說 不要講 不然就不肯 不肯 一直台灣 我們參與政治 一直一直 特別是國民黨政府來以後 就是讓母親 讓太太 每天就是站在門外 夢裡扎鬼 心生生 我心安心 一直都是唱這些 這些悲哀的歌曲 為什麼 為什麼有的人 說美國人的黑人 常常唱的林哥那樣的悲哀 台灣人的歌仔戲 為什麼那個靠條 這樣子受人家歡迎 越唱越哭 很多人在丟紅包給他 為什麼 就是我們台灣的歷史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我覺得 好像有進步 又好像對鬥陶路了很多 我今年77歲 今年也要80歲 在台灣民主運動上 我也參與過 也有送信過一點點力量 可是我現在看起來 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也說起來 我可以抱孫子 他在腳踏看新聞 不過為什麼我做倫理 還是常常出來走街頭 為什麼 有人說人生 我們想吃氣水 那個氣水沒有氣 就不好吃 我們人做一個人 如果不可以 還有一個正氣凜然 要來為人這樣 打抱不平 就非常的 非常的 不好 我看到陳水扁總統的母親 在陳水扁總統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跟他的媽媽跟當中的媽媽 上台那一天的主題是 扁扁的便當 雖然陳水扁總統的媽媽扁媽 她不會說什麼演講 可是她的意思是說 她們很窮 她們是個孩子 就帶便當 兩個雞蛋 打打打打 再放米粉 再放菜脯 再加水 扁扁的便當 那個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一個貧窮的孩子 力爭上游到現在 我說 國民黨 你對陳水扁有罪 你判罪 你有照著給他打罪 你就跟他打罪 你就跟他打罪 你不心痛嗎 他是你的兒子 他是你的弟弟兄弟 你做如何感想 將心比心 我們不是司法單位 你要去調查 你政府就是要負責調查 你有這個義務 你有這個權利去調查 你把一個台灣人選出來的 那個總統 兩任的總統 乾脆認 你就對待他們這樣子 你不是在這 假刀人告告嗎